去年三月的時候 因為我的工作是跟旅遊有關的 所以我結識了一個旅行書的編輯 他們給了一百本旅行書 因為我在市場上沒有見過一本以色列的旅行書 第二次見他們的時候 我就在想 我想寫一些東西關於以色列 其實我想基督徒也好 不是基督徒也好 你都對以色列有一個認識 大家理解的以色列是危險 恐怖分子 炸彈 但其實以色列是有很和平的一面 而我寫這本書 我不是用一個很基督徒的口文去寫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很想信和美人有一個接軌的空間 例如我突然邀請你回教會 你會覺得就是有點沉悲 不如這樣來 我邀請你去一個美好的旅程 但這個旅程很特別 是耶穌走過的路來 一個地方可以有亞洲 歐洲 中東 和非洲的風情 你會不會想去看看呢? 聽過一個航空團契的人分享 他說航空公司開了一條新的旅行室 給他以色列 他的同事是因為這樣而信了耶穌 那我就在想 如果有一本書可以帶你去這個地方 我覺得神會親自跟人說的 然後我就開始 三月開始 就不斷每天都屈住在家 去寫稿 那我就去以色列了 寫這本書其實我大概是 40 多 50 天 其實沒什麼休息的 整個以色列有 200 多個景點在這本書裡面 我要去拍攝每一塊 我每天其實都是在睡 4 至 5 個小時 我試過巔峰一天去 4 個國家公園 而奇妙的事就發生了 因為其實在以色列裡面 你要拍攝這些國家公園 你要有政府國家公園管理局的批文 我就已經傳了電郵給局長 但局長的電郵是沒什麼理會我 很奇妙 我去了一個地方叫哥拉順 就是耶穌說哥拉順阿尼有禍尿 法塞大阿尼有禍尿這個地方 但我在那裡就遇到一個 國家公園管理局的部長 他跟我說你有什麼需要幫忙 你找我 突然間我發一次電郵給局長 然後我就施施發給部長 15分鐘之後他發了一張批文出來 我們全國以色列所有國家公園 我都可以拍攝 很明瞭的感覺 你心裡覺得就是這個被就座的地方 但他又是純在這裡告訴你 我在這裡幫你 當你走近一個地方貼近一個園會的時候 其實你會看得更加清晰很多東西 加利尼是怎樣的呢? 聖經社是他們遇見的風浪 但你親身去感受的時候 其實你當然明白神的樣位是怎樣的